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 說事前曾經通知梁君妍 他們會到主席台前示威 認為會議可以繼續進行 未來會繼續以不同方法 阻止議案進入表決 其實我們都談好了 主席是容許我們的會議是繼續的 議員也都沒有繼續叫囂 你都見到我們有一位議員 其實是順利去發言的 但是很可惜就是主席 我都見到有些建制派 何君堯突然之間出來 去作出一個投訴之後 主席就完全將他 跟我們談了的一個 一個同意的做法 完全改變了 在我們非常有限的空間裏面 阻止這個議案進入投票 因為我們進入投票的話 我們就會失敗的了 好 回來今天是12月8日的啤梨晚報 12月8日都是一些特別的日子 我沒有記錯 我曾經有一個女兒我很喜歡的 就是1975年12月8日出生 今年也42歲 但是當年我認識她的時候 我就因為這個年齡和她的差距 覺得不能夠開始發展 因為我只能夠15歲 我都22歲 都差7年而已 22、3歲 但是如果你說在我們這個時間 如果你是10年後相識她 譬如她24、5歲相識 我32、3歲就很合理了 我沒有記錯是1975年12月8日出生 這兩天的香港政治 都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最主要都是圍繞在議事規則 今早我不看這條片由自可看 就是百幾課 看完新聞 看完所有事情 今天應該是一個有火的節目 但是我不想自己那麼傷身 首先昨天在修改議事規則 即是這一場戰役裏面 泛民打開口派說會盡力 又拉布友情 甚至乎是誓死保護 誓死阻止 有時候看到的畫面也挺諷刺 因為有些出來的人 當日是有份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好了 我們退一晚步 過去了 過去就算了 郭金氏而作非 那就麻煩你 今天要用10倍的力度 去爭取應有的議事規則 其實真的有幾樣東西要看 是的 我記得現在我們整天都撿著頭 或者有些人留意到我們這段時間的重溫 重溫 我還未分析到什麽原因 但是我也相信 除了在低潮的情況下 因為有些聽眾覺得聽來聽去都差不多 那些政治的事情 你見到這100年大班 最有觸覺的大班 都會停止這麼多政治的節目和時段 其實都明白到選舉之後 林鄭七七七上台之後 是一個低潮 其實最要譴責的 我仍然堅持就是這班泛民 因為這個低潮就是這班泛民所造成的 你大班可能人腦聰 他都未分析到 其實他一手扶持這班泛民 就令那些政治節目不能再受歡迎 不能夠再發揮更加大的影響力 因為他是壓錯處的 好了 這一節我就是講這件事 首先 先講一段片 你看看那三條吵架 屌你了 不要臭 說話那些是吵架 做甚麼吵架 玩煮飯仔 他們這班泛民從來沒有 不知道他們覺得是甚麼 他們經常講到 死死戰鬥 如果不是香港 你們要出來 我們看到的是甚麼 亨美上次說過 哎呀 十二月八後也是楊岳橋今天結婚 今晚放酒 我們看到的是甚麼 莫乃光說 剛才我也跟梁君彥主席 談好了 我們會出去 談好了的出去是甚麼 你是否當作煮飯仔 即是一起做一場戲 我們待會他這樣做 他會做ABC 我們不會超越你的線 做ABC 你就不要說 梁君彥說 這樣 可能有點過火 不如你們這樣 就還價 好價還價 談好 他剛才炸甚麼營 炸營就是 明明已經談好了 接著有建制派的議員 跟他談了兩句 他就推單了 剛才我們談的事情 那個劇本明明不是這樣寫的 對 老實說 你跟我們說 或者我們自己明白 我們是留意政治的人 現在是在打仗 但是你做出來給他們看 老實說 你在幕後 銀幕螢光幕後面 有時候大家做同事 未必會這麼針鋒相對 其實我都明白 我都明白 但是你做給他們看 他就說 你老實說 裝抗爭 你看楊岳橋 你老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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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很喜歡稀微笑臉嗎 他現在是娶老婆嗎 他也是叫做娶老婆 他也是叫娶老婆 他也是叫娶老婆 是餓死老婆 溫臭屋 好在那裡 叫我撈個正棍來做耳骨 胡志偉騙不消題 為何這麼想像這樣 昨天只有200人去 支持他們 還有很多我認識的本土派的主席 他說 你老母 是有200人 我看你老母 我看來看 我看來看 一百幾十 還少於建制派那邊 我想問一下 為何2011年拉布 2012年 甚至乎上次23條 是會有 成千上萬人出來 不要說成千上萬人 是幾千人 即是說 以前你們號召出來的人 他們那班人 包括Q仔這些人 就說 你們那班人都搞得了 這麼大台 現在搞得了 你們都搞得了 民心散換 民心散換 就是因為 你吵架 有那班本土派 或勇武派搞得了 他們從頭到尾 從特別堅定 他們從來沒有想過 為何會有那班本土派出現 或者勇武派出現 老實說 香港人 全部都是搭從東車的 都習慣了 包括我們 民心那句 你們肯去做 我們有錢就付錢 沒有錢就出來做人頭 一向都是這樣的 為何要那班年輕人走出來 你說社會環境不好 這當然是 但最主要 就是因為他們見到 你們爭取無力 於是就走出來 做點事 那時候你們說 是收共產黨錢的黃毓民 為何這麼有號召力 你們說相信民主 如果你們相信民主 為何你不相信那班會支持 一些比較有激進行動的人 包括當日人民力量 在未分裂之前 為何會走一個match 有一萬多兩萬元呢 走到中聯辦 就是 即是說 其實民眾是在擺什麼 是擺哪一套 老實說 即使你們做從政的 民眾也沒有要求你們去死 但是你們又不要下廣 到你 誓死反抗 你怎麼會死反抗 原來是在玩煮飯仔 廣袖大大造咒 昨天是什麼環境呢 結果呢 其實昨天 我不想講細節 我免得過 因為我們今天有 李氏歌手 老實說 你們說 不讓我們說 怎麼怎麼 你要再追圓索恥 你們又說 你們醜不醜 想不到主席 這麼醜 這麼大 說真的 合不合理 不合理 因為把那些事情 綁綁在一起 就是一次過 不可以逐一條 這樣辯論 這些不用我們說 基本上這些是完全沒有規矩的 但是 由第一天 為什麼梁耀忠 不肯拿主席來做 我不會說 梁耀忠收共產黨錢 我不像你們 你們是說人家收共產黨錢 但是梁耀忠收了特區政府 很多年錢 我都不當他們是共產黨 是香港人錢 我是做他的社區服務 梁耀忠做了幾十年議員 他有沒有這個考慮 在那一剎那 好了 原來你還有旁邊有人嗎 自信自信 那是誰 就是你這個洪家產楊岳橋 人家在那裡 玩煮飯仔 聊好 大家思思文文 做一場大戲 就搞定了 好了 人家當你是什麼 人家當你是什麼 老實說 我仍然繼續賦予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 會有人覺得 現在民心換散 因為搞大了 搞散了 那也好 揭衷 我經常都說 我們一 就贏了 可能揭衷 揭衷 什麼叫揭衷 原來共產黨就是這樣 其實共產黨跟你說 他做到的事情 就是抓你 還有 如果給一幫你口中 沒用的本土派 年輕人 可以搞散你 你也該死的 搞散了幾年 而你回復不了元氣 第一 你也是差的 第二 政府有哪個好人 梁君彥是信不過的 你還完全 第一 你信任了他 依賴他 以為他不會打茅波 第二 你是在打仗 如果別人是打茅波 出意反意 你計劃B也沒有 不知有什麼策略去應對的時候 你這麼打仗 就不要想廢話 當然了 你明不明白這幫政棍 以後頭到尾 政棍的意思 就是想安安落落 包括鄭同泰 你可不可以 鄭同泰做什麼 有沒有看過他 畫面 一比六十九 推那個 你是激進派 走出來 我不用你打了 就是 走出來 他老母 現在根本由泛民 到所謂激進派 本都派 什麼都好 在議會裡面 其實跟民主黨分別不大 議會抗爭欠奉 為什麼我不會去選立法會呢 第一 我修喻跟這幫混亂 第二 這幫混亂不讀書 不懂事 我更加廢話 你想什麼 經濟與和道是喜能同生 我擺明是經濟的混亂 那些混亂是和道 這幫混亂 其三 我不怪他們 我真的不怪他們 因為每一個人 都不能夠說要無條件 有人願意這樣做 或者真的 不是想這樣做 不過不知為什麼 終於都做了 好像梁天琦 好像王浩銘 為香港付出的 我們會少他兩句 好了 你們這些傻子 想安安日日 有個尊貴的身份 有份量 又不用付出 然後就把我們香港人的命運 放在你們那幫投行派身上 你看看我為什麼說 昨天這麼強調 只有200人 正常那幫黃絲帶 投你票那幫混亂 應該都一早會出來 但那幫人 其實現在大家看得很清楚 是從來不會出來的 甚至連遊行都不是很熱烈 他們什麼時候出來 投票 所以泛民從來的目標 他一定是只看一件事 就是看那張票 所以他們就做民粹黨 就看票了 他 完全不會做一些 真正令到那幫那幫 暗狗含家產 就是香港人 覺得有疑問的東西 或者半點冒險都不肯 所以看那張票 張票繼續給你 他就繼續居於安入 就繼續做這件事 所以我不明白 為何這次議會 竟然還有人敢厚顏無恥 包括D100 甚至乎民主派 敢出來選 或者有人去 承認他們去選 你老母親 很簡單清楚 我都不是招不招肚 換了他們 或者單以直彈票制 都要去輸 這樣 香港不是還可以玩 其實是沒得玩的 還叫做 你老母 香港人都還沒蠢 因為我真的不明白 因為香港人連立法會 老實說 我真的很懷疑 因為我跟很多朋友聊過之後 包括有些律師朋友 律師朋友 我不說醫生 是連立法會有什麼功能都不知道 我看了一個節目 也說過很多次 有一個警察跟我說 我不會投票 為什麼 因為立法會說是政府的官員 是政府一部份 立法會 你讀一下 我現在不知是否 中三定中四的econ 立法會都一倍 立法會有三百功能 第一是看盤數 第二是制定法律 第三是通過法律 這都是常識 為什麼要有一個立法會 有一個議會 就是監視政府 令政府不能夠 為所欲為 現在有超過一倍的人 是贊成為政府 為所欲為 修改議事規則 因為他們覺得 沒有理會 因為他們會妨礙通過一些實質的議案 或者妨礙民生發展抹款 你不要罵香港人蠢 你推行民主 二三十年 你連這些民主 起碼制度的ABC 你都未能解釋給別人聽 你還說什麼 嘩你老母 好像我 一陣子我專門做一些功夫 今天我們做的好營養 嘩你老母 你好像現在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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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那些 超脂 嘩你老母 昨晚我們吃飯在那裡聊天 制度性的超脂 沒有人有反應 動一下就幾百億了 嘩你老母 香港那些婆婆 嘩你老母 或者你有錢 跟我去馬來西亞 拿著一百幾十萬 還可以有安逸的日子 否則你拿著二三百萬 老實說如果現在五六十歲 你退休的話 沒有人請你 你都很貴 這麼貴 而香港政府在說 有幾百億 嘩你老母 香港人真是很貴 嘩你老母 投票投這班人 你看看他們有票 就居於安逸 好了 如果我做多些事 我又拉布 又多些抗爭 隨時我把票都沒有還 於是他們冒險 居於安逸 就叫你含裂投票 現在香港人 每次含裂 含裂 每次不斷哭 不斷哭 不斷哭 哭到眼淚越來越大 好了 一些年輕人出來衝 你不是割席 就拿他們的光環出來 幫自己面上貼肩 你最笨的是什麼 你最笨的是什麼 如果你真是從政的 你奸不要緊 你當然要利用這班人 你想想 由你人民力量時代 為何不利用這班肯充的人 去收割成果 我們都覺得你拿著這些本錢 去跟共產黨奪勞 他們都不會 為什麼 因為你們如果一碰了那個行動 可能會影響選票 所以他寧願一定是抹黑 抹黑收共產黨的錢 只是說收共產黨的錢 又是誰 所謂的公民黨 民主黨 好了 黃之鋒 昨天他們一班人出來 那件事應該是 藐視法庭 藐視法庭 即是去佔王那件事 清場 還未判 為什麼呢 法官就說 想看上訴庭 看看如何判他們 另外一件事 那件事應該是 余格那件事 然後再看一件事 試過來判 黃之鋒就呼籲市民 不應該這麼關心 他們應該關心立法會 這些已經有質疑 立法會這場仗 其實老實說 怎麼關心 問心一句 現在呼籲最多人 我相信都是在香港底的現實 你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都是學民思潮的 應該暫時 不是眾志 你也呼籲不到人 結果 這一場仗 只要你說 修改迷事規則 是否很嚴重 其實我沒有覺得很嚴重 我相信我不是很大反應 都是差不多 差不多 死不死不 不差再幾 只不過是 建制派會舒服些 就不用 幾十人在這裏 就二十人 二十人搞定 這樣而已 好了 當然我另外要 就叫黃碧雲 在昨天這些事情 又是打仗場 我們先播一段影片看看 下次見 再見 我們下次見 先看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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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人家的… 這個就是會這樣,我不用管他了,我們去那邊… 不要這樣了,好嗎? 泛民反對派議員做事,好沒有禮貌,好沒有風度,好不講道理 他們認為用這樣的一個方法… 用這樣的方法就可以… 你不要碰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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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覺得香港… 為何會令人那麼深刻… 林匡正在這個圈裡… 林匡正在這圈裡變深… 網台界也好… 當然有時候我們也會說錯話的… 一定會有的… 社會尹家也好… 從來就真的只問立場而已 立場是自己有的… 其實每個人都在做那些東西… 你不要碰那些黃碧雲玩這些… 你以為… 那當然民主黨是玩開的… 即是當日… 在質疑中那裡想了一個八婆… 現在死了好了… 那區議員… 那區議員… 你不要碰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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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人家非禮… 我記得兩次大圍的… 區議會的補選… 一次… 在長毛… 即是季思潔那次選… 那些建制派的女人都說… 你非禮… 第一… 我就很公道了… 人家建制派在立法會… 在郭佩帆搞一隻波… 你搞定它… 對的… 沒有問題… 不用跟規矩… 沒有問題… 就是所謂泛民那邊的黃絲時事評論員… 就說… 你看那些本土派… 那些年輕人… 那些形象那麼差… 連累我們… 你令到公眾… 整個民主派都真… 那好了… 你黃碧雲搞還搞… 你姓蘇耀… 姓蘇耀… 這些是便宜… 這些是搞得差… 你搞得高明… 搞得他… 完全沒有你的苦… 你就厲害… 你搞得是… 是整個派別都被弄壞了… 不是… 你就可以收檔了… 如果你用黃絲的KOL那把尺… 我就要這樣說… 要割蓆了… 為什麼呢… 黃絲的KOL根本你這樣在… 因為他們那些左膠… 通常就說… 大家會互相有辯論… 人家在那邊做直播… 其實如果用他們那把尺… 應該是連你在後面搞都不行… 應該是用麥克朗營去的… 好了… 但我當非常時期的去搞搞它… 我們算數吧… 是… 你現在做這件事… 你跟那些大媽… 收錢的大媽… 或者沒有收錢的大媽… 又或者你民主黨… 你死定了一個黨友… 那個含家產… 搞你了… 有什麼分別呢… 搞你了… 打他問他… 我都不相信… 就是為了性騷擾你的含家產… 搞你了… 看到整個過程… 你經常說… 我們要攻擊魔鬼… 不可以自己變魔鬼先… 第一 黃碧雲你已經做了… 第二… 你這樣做… 你對現在很多MeToo的女性… 很多真的被人性騷擾的女性… 是不是在別人的傷口灑鹽… 不是… 我都會說MeToo… 好了… 毛孟靜事後更加追尿… 謝偉俊說很過分… 我想毛孟靜應該要跟謝偉俊說對不起… 不要嘲諷到… 老實說… 你剛才播出這段影片… 是那些所謂的… 中間那些東西… 或者是不理性那些人… 不是… 你這麼嘲諷你… 那些人… 原來如此… 立法會是這樣的… 立法會是這樣的… 是暴力來的… 不講道理的… 每次都會這樣… 以前的人是這樣說… 社務連隊三次元… 以前的人是這樣說… 拉布、議會推抗抗爭… 黃碧雲做是壞十倍… 你老實說… 當日是暫中三次… 就是拉布三次… 氣勢這麼好… 如果泛民是看過大局的… 參與了… 甚至乎幫拖… 甚至乎變身了… 令整個議會都這樣的時候… 不會發展到今天的… 但不是… 你們為了施怨… 或者為了自己將選票… 還將那三個妖魔化… 到今時今日… 結果… 因為你妖魔化嘛… 說拉布是含家產的… 結果就有猛情人… 不論如何… 不論如何… 休息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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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的族友… 為了慶祝MIHKTV YouTube Channel第一台… 突破一億次的檢擊率… 我們將會舉辦一個… 盛大的海上派對… 搞船啤… 去迎接這個… 歷史性的一刻… 在12月30日晚上的6時… 我們就會由尖沙咀的碼頭出發… 乘坐這個渡輪… 向一滴滴離的方向出發… 看著煙花碳船上提供的自助晚餐… 回程的時候… 還可以欣賞五光十色的… 維港兩岸的風景… 大家記得… 和各位MIHK的主持人… 打卡、拍照和玩遊戲… 是不是很吸引呢? 名額只有150個… 每位只有428元… 大家不用想了… 快點報名和我們一起… 去玩這個海上派對… 迎接2018年… 到時要見到你…